你好,欢迎来到雄义讲头自治通见第二季 上一讲谈到卫会王下葬风波,留下了这样几个问题 在卫会王下葬这件事上,怎么卫国群臣都找了公孙岩,而不是去找张仪拿注意呢? 大家最后又把会师请了回来,怎么里里外外完全没张仪什么事呢? 显然,卫国的权力结构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 那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呢? 确实发生了重大变故 但遗憾的是,各种史料给出的线索,纷纭复杂,很难让人看清 所以也不怪自治通见,只字未提 大体可以推测的是,就在张仪担任魏国总理之后 大力促进魏国和秦国建交 进而把韩国也拉进了魏秦同盟 下一步就要办大事了,打齐过去 当时的国际格局已经充分展示出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力 各个国家地理位置的价值很像今天的商品房 把头的端户比加在别的房子中间的中户更加的值钱 位于西端的秦国 东端的齐国和南端的楚国 享受到了作战面单一带来的好处 国力蓬勃发展 东北端的燕国按说也能享受这个好处 但它过于边缘化了 底子太薄了,发展滞后 而位于中原腹地的三进 虽然在战国初期,强横一时 但毕竟双旋难敌四手 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渐渐露出了颓势 就拿魏国来说吧 西线战场败给了秦国 东线战场败给了齐国 向南还要应付楚国 任凭魏国军队训练有素 能争贯战,任命卫会王一代英主发奋图想 也终于老劲腿躺 撑不住这个场面了 当时的局势是秦国和齐国 隔着偌大的中原腹地 齐头并进 很像是近代世界里的美苏争霸 所以秦齐两国的外交策略 也和美国苏联的策略一样 在中间地带扶植小地 拉拢更多的盟国 只不过美国苏联都是和大国 谁也不敢轻起战断 古代社会就不一样了 反正大家拿的都是冷兵器 能扎对方一枪 就赶紧扎一枪 站在秦国的角度来看 张一搞的连横政策 肯定是没有错的 拉拢魏国和韩国 肯定也没有错 这都是被后来两千多年的 国际政治经验充分验证过的 站在魏国的角度来看 反正无论如何都要选边站 不是结盟秦国就是结盟齐国 既然跟齐国仇恨最深 也最近 那么结盟秦国呢 自然也就算是顺利成章的 但那个年代 毕竟还只是文明社会的初期 历史经验太少 所以张一到头来还是犯了错 在和魏韩结盟之后 让秦国军队从魏韩借道 进攻齐国 这种策略其实并不明智 因为就算顺利占领了齐国全境 但中间隔着韩赵魏三大强国 秦国根本就没法实施有效统治 这种事情 当年魏文侯攻打中山国就做过一次 中山国一度成为了魏国的非帝 但魏国隔着赵国终归守不住中山 后来中山复国 再后来是和中山接壤的赵国 真正吞掉了中山国 所以到了战国后期 秦国新一任的总理调整基本国策 改成远交进攻 拉拢远处的国家侵略身边的诸侯 这才容易有所斩获 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 也正是这样一步步积累出来的 关于秦国借到韩魏的这次军事行动 我们的直观反应是 这不但属于劳师远征 进攻对象呢 还是一个跟自家实力相当的强国 显然胜算不大 但推想起来 魏国和韩国就算没有派出军队 协同进攻 至少也会承担秦国军队的后勤补给 所以秦国军队呢 并不需要由国内运送粮草 这在相当程度上 可以缓解劳师远征的最大一块短板 按照今天的行政规划来讲 秦国的这次远征 相当于军队从陕西出发去打山东 即便一路都是有充足的补给的 到底啊 也是算非常辛苦 再看齐国这边 国力正胜 可以以代劳打一场防守反击 唯一的问题是 派谁挂帅呢 原本啊 这并不该是个问题 当然是田济挂帅 孙并呢 当军师 这一队明星组合 战无伯胜 屡创奇迹 作为两千多年之后的旁观者 我们当然也乐于看到兵法大师 孙并和秦国军队对了一番 看看谋略和蛮力 到底哪个更胜一筹 但很遗憾的是 因为邹济的陷害 田济和孙并都已经流亡到楚国去了 归国呢 还要等到若干年后 所以齐国战将 另有其人 战国册有记载说 秦国从韩魏两国借到出兵攻打齐国 齐威王派出张子统兵应战 这位张子名叫匡张 在前编的内容里面呢 已经出场过一次 当时匡张在魏惠王面前说会师的坏话 拿蝗虫打比方 说会师一出门 人多的时候呢 浩浩荡荡几百辆车 随从几百人 人少的时候 也要几十辆车 随从几十人 不劳动 只会吃白食和蝗虫有什么区别呢 卫会王请会师发言 会师啊 于是讲出了一番管理学的经典道理 在这件事上 匡张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会师做陪衬 或者说给管理学的一番大道理 做一个引提 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重要性 所以你很可能呢 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 但是匡张其人 非但是战国史上的一代名将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几分影响力 这是因为孟子和他打过交道 用他的身世探讨过一个相当经典的伦理难题 而这个难题 刚好和他这次统兵抗寝息息相关 在孟子的记载里 匡张是作为一个话题性人物登上舞台的 一个叫公都子的人请教孟子 说全国人民都骂匡张不孝 您为什么不但和他交往 还对他特别尊敬呢 原文里边说孟子啊 尊敬匡张 说的是又从而礼貌之 这就是礼貌一词的出处 本意是以礼相待 态度很恭敬 是个极物动词 儒家呢 很重笑道 而匡张不但不笑 而且不笑的全国文明 在齐国几乎是个过街老鼠式的大坏蛋 孟子 就算有什么不得已 非要和匡张有所往来的话 最多虚于尾夷 也就是了 所以公都子 没法理解 孟子马上拿出了自己的雄辩本领 首先剖析 何谓不笑 说世俗所谓不笑 出不了以下五种情况 一是懒 不去侍奉父母 二呢 是贪悲好赌 顾不上父母 三是只爱妻子儿女 这个小家庭 只为小家庭谋福利 不管父母 四是管不住自己 犯错让父母蒙羞 五呢 是好勇斗狠 连累父母 这个成语好勇斗狠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好 顺便说一句 狠的本字是双人旁的狠 大概在汉朝以后 在凶狠这个意向上 全右旁的狠 才代替了双人旁的狠 这种代替并不规范 因为这两个字 原本不但含义不同 连读音都不同 全右旁的狠 原本读 言是个象声词 表示狗叫的声音 所以严肃认真的古代学者 看不惯这种替代 但没办法 约定俗成的事情 总是很难扭转的 好 咱们回到孟子的雄辩 孟子接着说 以上这五种不孝 框张一条都不占 那凭什么说他不孝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下 孟子讲话 经常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呢 说鬼话 所以我们都孟子 不能太较真 关于不孝 他在别的章节里 还说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又是一种说法 不孝到底有三 还是有五 咱们就不用管了 只需要知道 在孟子看来 框张和不孝 不沾边就可以了 问题马上来了 以孟子这样一位 国际一流学者 还是一位 本该特别注重孝道的 儒家学者 这个价值观 怎么和广大人民群众 蛮明呢 究竟谁对谁错 其中又有怎样曲折的原委 我们下一讲再谈 下一讲再谈